话说,自从梅根嫁入王室之后,跟家里人闹得非常僵,首先是跟他亲爹托马斯·马克的各种抓马,两人现在已经闹到断绝关系。 2018年,托马斯说出名句,没有我,他啥也不是,是我把他变成今天这个公爵夫人的。 大家好,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,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,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 我们接着往下看,2019年梅根和星期日邮报打官司,长话短说,就是邮报刊登了一封他与父亲之间的私人信件,梅根觉得隐私被侵犯了,一怒之下降,邮报母公司告上了法庭。 结果他爹站在了邮报这边,差点上法庭作证,其次就是跟他同父异母的姐姐萨曼莎·马克,这回就不是差点闹上法庭了,而是针对补公堂了。 去年三月,萨曼莎一纸诉状,把梅根告上了法庭。 告的啥呢? 诽谤。 当时他姐狂翻旧账,把梅根的各种黑料都抖了出来。 总结下来,主要是这么几点,在梅根与奥普拉那次著名的对谈中,梅根说自己是独生女,但实际上,托马斯·马克在生梅根之前还有一段婚姻,并遇有一男一女。 换言之,梅根实际上有两位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。 梅根对这一点并不否认,但她说自己已经至少18或19年没见过萨曼莎了,再往前可能就是28或29年前见过,那时候梅根也就10岁左右。 总之就一句话,真不熟,别来蹭。 但是萨曼莎的说法跟梅根截然不同,2018年萨曼莎接受了早安英国的采访,抱怨梅根没给她发婚礼请柬,说她们实际上很亲密,她不明白为什么梅根不联系她了。 她承认,自己确实从2015年后就没有和梅根联系过了,但也表示,人们并不理解,我们实际上已经融入了对方的生活,她是我们家的小baby,我们之间从不互称同父异母的姐妹什么的。 我们有同一个父亲,虽然是两个家庭,但中间是有桥梁的,我们紧密连接,所以我不禁想,她怎么不打电话来了。 综上,萨曼莎就认为梅根是在撒谎,明明不是独生女,却非要说自己是独生女,这是诽谤,是为了摆脱家人。 细心的你可能发现了,上图中萨曼莎的代称用的是MS Grant,而非MS Marco,这是因为萨曼莎大概在2017-2018年左右把姓改回了父姓。 算一下时间,刚好是梅根开始跟哈里恋爱后不久,这会儿萨曼莎已经50多岁了,怎么想到突然改姓的呢? 梅根也注意到这一点,在这次欧普拉采访中,梅根说萨曼莎并不了解自己,她是在她开始跟哈里约会后才改的姓。 这意思,大概就是暗示萨曼莎不惜改姓蹭她的热度。 这句话也被萨曼莎抓住,放进了诉讼书里,她认为梅根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改姓,这是恶意诽谤。 不止一次的,梅根曾在各种公共场合宣称自己家里没钱,说自己从13岁就开始各种打零工赚钱,在当地的酸奶店工作来帮家里维持生计。 我当过服务员,保姆跟各种零工,来支付这里或那里的费用。 我一生都在工作,储蓄,无论何时何地,只要我能,我就在工作,但即便如此,也不过勉强糊口,因为我得有足够的钱来交房租,给车加油。 但是萨曼莎的说法,又又又跟梅根的说法出现了冲突,她表示梅根说的都是假的,实际上她父亲托马斯让她上了精英而昂贵的私立学校,还付了她舞蹈跟表演课程的费用,后来去西北大学念书,学费也是托马斯掏的。 萨曼莎这段属于老调重谈了,因为2019年,托马斯就因为这是上过新闻,当时托马斯说梅根学费的每一分都是她掏的,她有银行记录可以证明。 这里还得提一下托马斯,马克的履历,她在70年代开始担任灯光总监,1975年就已经拿到了芝加哥中西部艾美奖。 她在IMDB都留有名字,参与过不少大制作,日间艾美奖提名7次,实际拿奖两次,黄金时段艾美奖也有一次提名,她甚至还参与监督了1984年奥运会的灯光。 这个履历用事业有成来形容,恐怕都有点过于谦虚了。 那问题就来了,这样一位事业有成的灯光师,有可能缺钱倒需要女儿出去打零工补贴家用吗? 这就得问梅根自己了。 总之萨曼莎是不信的,她认为梅根从头到尾就是在编故事立人设,之所以跟她们妇女闹僵。 当然,也是因为这样一来,她俩就不能干扰梅根的人设了。 2020年8月,记者Omit Scobie和Caroline Durand合著了本梅根哈里的传记,叫《寻找自由》。 具体的写作过程梅根没参与,但据说是同意了助手跟朋友们来与两位作者交谈,大概可以理解为给了个授权,当甩手掌柜了。 然而在这书里,有一张叫像萨曼莎一样的问题。 因为版权问题,书里具体内容外媒也没法透露。 大概就是说萨曼莎认为此书里面所写的一些言论是对她的诽谤,虽然书不是梅根写的,但她应该对此负责。 另外就又要提到梅根与星期日邮报的官司了。 当时这官司打着打着,邮报这边援引了《寻找自由》一书,说邮报刊登的那封私人信件,实际上《寻找自由》里就有提过,那么梅根其实早就放弃了这部分隐私,也就谈不上被侵犯了。 作为反驳,梅根·哈里这边就立刻说他们并没有跟两位作者合作过,结果后来又被扒出,梅根早在2018年就曾指示通讯秘书Jason Knopf给过作者一些参考用的信息,完全没合作一说不攻自破。 有邮件为证,因为是公开案件,这封邮件也跟着曝光了,里面写的东西让萨曼莎很在意,比如说她跟不同的男人生了三个小孩,监护权全都不是她的,还有改姓,说她蹭热度等等。 综上,萨曼莎说梅根让她暴露在世界范围内的羞辱,耻辱和仇恨之下,对她的声誉造成了重大且无法弥补的偏见,伤害和损害,这让她情绪和精神都很痛苦,还找不到工作,或许最重要的,影响了她书的销量。 没错,萨曼莎去年写了本书,名字简单粗暴,细经公主的姐姐的日记,目前销量在亚马逊图书中排名垫底。 然而,萨曼莎就告了梅根诽谤,要求也很简单,赔给她7.5万美元的损失费。 到此,这事儿已经完全成了罗生门,谁可信,谁不可信,外人已经没可能知道了。 但是既然萨曼莎告的是诽谤,那反而好说了,我们就针对这方面来梳理一下,看看以上四条到底能不能构成诽谤。 首先是独生女一说,前文提过,萨曼莎是其父与第一任妻子所生,其实比梅根大了足足17岁,这都快隔了一代人了。 再加上,萨曼莎自己说的虽然是两个家庭,但中间是有桥梁的云云,基本可以断定两人并不在同一个家庭生活,最多就是经常句一句。 所以,梅根说自己是独生女,其实一点毛病都没有。 其次就是改姓,当时梅根的原话是,她把姓氏改回了马克,当时她刚过50,而我才开始和哈里约会。 这可没说她改姓是为了蹭热度之类的,怎么算诽谤呢? 再然后是打零工赚钱,这部分更简单了,就算梅根说的全是假话,也够不成对萨曼莎的诽谤啊,她完全就没出现在这段故事里。 最后是书跟邮件,书不是梅根写的,邮件不是梅根泄露的,而是根据法律公开的,就算邮件里出现了一些对萨曼莎形象有损的内容,也证明不了这些话是梅根说的, 因为实际跟作者沟通的人是通讯秘书。 可能也正是因为以上种种,一开始梅根的律师团队就没太把这案子当回事,跟媒体表示,这次毫无根据的荒谬官司,只是她一连串让人心烦的行为的延续罢了,我们会给此事最低的必要关注,因为这就够了。 去年6月,梅根方面向法官请求驳回萨曼莎的指控,然而被法庭拒绝了,7月,萨曼莎对诉讼书进行了一些修正,梅根方面再度请求驳回,仍然未果。 之后几个月,萨曼莎开始各种上媒体喷梅根哈里夫妇,比如今年,备胎出版后,萨曼莎就说哈里情感没发育完全,不能像成年人一样思考等等。 经过漫长的扯皮,今天判决结果终于下来了,梅根胜了,不太出预料。 佛州法官表示,任何理性的听者都会认为,被告,梅根,仅仅是表达了自己对于童年,对于自己同父一母姐姐的关系的看法。 因此,本庭认为被告的陈述无法被客观验证,也没有经验证据。 原告无法合理地反驳被告对自己童年的看法,不构成诽谤。 到此,这场闹剧终于是彻底结束了。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梅根在网友中间的口碑。 很多网友们觉得梅根赢了挺不爽的,他可能赢了,但最终,他仍然是那个user。 还真是不是一家人,不进一家门呢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,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,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,我们下期再见。